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小森林》东春片是一部十分唯美的剧情电影 多半评分8.9分 电影是根据漫画家五十蓝大界的原著改编的 看过之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感受着平凡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欣喜和幸福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可以当做美食电影来看 记录的都是一些金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的日常平凡才感动人的吧 电影讲述的是平凡的女孩小红 无法适应在东京大城市的生活 于是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小乡村里 电影用的是回忆和现实穿插的模式 看到这些过去的记忆 对主角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小红的母亲小的时候会做蛋糕 还有一个交往过的外国男人 但是男人离开后 蛋糕就再也没有吃到了 母亲已经杳无音信很久了 只有小红还记得小时候的蛋糕 她回到家里 有时候还会自己亲手制作蛋糕 因为不信奉耶稣也不过圣诞 蛋糕上不可以有圣诞的颜色 但她还是会很开心 请朋友们一起来聚会吃蛋糕 冬天的时候 小红就去雪地里挖早已做好的纳豆 做纳豆糯米团 她一边回忆着小时候 村里制作纳豆的过程 一边自己这样做 冬天似乎赋予食物美好的味道 春种秋收 她努力的种地 秋天的时候就扎柿子 做柿笔 小红想到了过去 在城市里的生活 每天都过得很拮据 但是现在回到了乡下 自己可以自给自足自足 也吃上了比较像样的饭菜 小红还想起 曾经暗恋过的男生 会做冰当给他 还送了手支的围巾 只是最终也是没有结果的 男孩早已经有了女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度过 小红有时候会觉得 自己还是太懒了 不如村里的其他人勤劳 冬天过去 春天到来 小红开始播种 偶尔还是会想起 抛弃自己不告而别的妈妈 时不时的会收到妈妈说这大道理 却依旧不告诉她 自己到底在哪里的信件 就这样有一天 小红突然觉得 自己应该更努力一点 也是她又离开了家乡 回到了大城市 而她的田地 便由朋友来打理 不知道多久以后 小红回来了 并且还在城里结了婚 节日里 她和丈夫一起上她表演 小森林 冬春片 真的十分唯美 不过 不看原片的话 会很难体会到 这种缓慢唯美的意境 电影并没有完整的 在讲述什么故事 更没有什么剧情冲突 不过 就是这样平凡的日常 在这个有些原始的小村庄里 人们辛勤的工作 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 电影的女主 虽然很喜欢这个村庄 但内心 总有一种失落感 觉得再努力一些就好了 于是 她在休息了之后 又回到了城市里 家乡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她让小红 得到了心灵上的休息 虽然小红最终 还是离开了那里 但她也在另一个地方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吧